就是很快就可以把它改出來 然後裡面當然篩選地址 篩選地址我們就把它改出來 可以快速的幫我查到比如說 這個博外路啦或者哪一個 這個地段哪一個地段的這個 查詢的結果 自動就幫我把它產生一個新的 不過當然如果說查詢當然不是只有地段 大家比較關心的也許除了文字之外 標的物 或者是其他的包含就是總價 或者甚至是什麼單瓶 每一瓶 不過這個可能要換算一下每一瓶 到底這個預設的裡面的欄位 它是 平方公尺 不過一般我們算法他們都平方 就是每瓶多少 所以我把它有這邊有多一個欄位是換算 那又Google一下可以查到就是每平方公尺 怎麼換算成那個每瓶的單價 所以這部分 當然如果要查總價是多少 通常是借於多少 那如果說我要借於多少的話 這邊 我們可以回來 先把那個 問題零五 前面還有部分 比如說我今天 除了我要可以查詢 像剛剛提到的 那個 比如說 關鍵是查詢之外 如果我今天 希望產生一個 篩選總價的話 這個地方 那該怎麼樣 把這個篩選總價 我再demo一下 比如說總價的欄位在這裡 它應該是在 H欄 其實就第8欄 那我 大概希望怎麼樣 篩選總價 跳出來 不過呢 總價 假設我希望的功能 大概就是 我希望一個區間 一個range 比如說大於 多少 小於多少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會需要兩個條件 那兩個條件怎麼辦呢 前面有一個input box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 多另外第二個input box 所以我希望呢 這個是大於1萬 不跟著 100萬 個時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OK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又跳出一個 請輸入 總價小於多少 200萬 我希望 查 幫我查是 100到200萬之間的 十百千萬 十萬 百萬 OK 那所以 input box 我可以產生兩個 也就是說呢 第一次是丟給一個x 那第二次的話 也許我可以 再多一個y好了 有沒有 input box 丟給y 然後呢 條件的話 特別重要 如果是介於的話 那前面本來有 quartelial 1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有兩個條件的話 這個時候可能需要 quartelial 第二 OK 然後呢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不過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希望呢 可以怎麼樣呢 幫我跳出一個新的工作表 但前面的新的工作表是一個名稱嘛 不過這裡的話是怎麼樣 會需要有 x跟y 比如我不是說100萬 像前面 你可能有200萬怎麼辦 那我就在希望產生一個名稱 叫 介於100萬 到200萬之間 好名稱幫我產生按個確定 好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這邊的話呢 就產生一個 介於 100萬 到200萬之間的 結果 就幫我把它放在這邊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那該怎麼做 其實首先呢 你大概就是 如果說那個 前面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錄製聚集產生 有些地方 假如說你不知道該怎麼撰寫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重新再錄製 因為 前面有些部分已經錄製過 你可以不用全部錄製 那 我們 假如說希望 產生我剛剛講的 介於這個 這個部分的程式的話 那第一個你可以優標先放在總價 按個篩選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這個欄位裡面呢 是放數字的話 這邊會跳什麼 數字篩選 那如果你今天是 像前面這邊有沒有 業務是什麼 文字 文字篩選 如果你今天是什麼呢 日期 日期篩選 有沒有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在H欄 比如說假設這裡 然後 數字篩選 我是希望 它有好幾種選項 常用不外乎就是什麼 大於 小於 不然就介於 我需要是介於 可是介於 按確定嘛 你會發現 一個 兩個 它有兩個條件 那可是你程式不會寫 沒關係啦 反正怎樣 你可以先 不用全部從頭啦 你只要錄那個 你要的那個部分 然後呢 把你要的部分 怎麼樣 拿來跟 前面的程式拿來做修改 就可以了 不用從頭啦 因為 大部分都一樣嘛 首先的話 第一個 也許我們 哪些地方你不會嘛 那沒關係 錄日聚齊 這地方的話 你可以 改成什麼 比如說 就是 總價好了 或者叫篩選總價 OK 接下來當然 你 按確定 已經有了 換一個名稱 錄日聚齊 不然我就 只用預設的好了 我只要參考裡面的東西 OK 第一個 游標放這邊一下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我 再來用那個 資料裡面的篩選 然後呢 我希望呢 用數字篩選 裡面的 介於 介於裡面的話 我就輸入剛剛的 類似的 各時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然後一百萬 到兩百萬之間 OK好 接下來按個確定 底下的有提示了 按個確定 好他幫我篩選出來了 那其實後面都不用嘛 因為 我們 一樣就是 跟前面篩選一樣嘛 游標放A1 Country 向右向 這些都一模一樣 所以呢 其實 這個部分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就 在開發人員裡面 停止錄製 再切到剛剛的那個 Marco1 就剛剛這個名稱 編輯一下 那你會發現 其實 我們 跟剛剛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就什麼 Criteria 1 有沒有 本來是一個 等於什麼 其實這個是 這個是 下面一行 跟上面一行 這個就是我們條件 有沒有 所以呢 介於的話 實際上 Criteria 1 是 大於 等於 100萬 OK 後面會多一個什麼 Appleator Appleator 是End 連期 交期 交期 然後會多一個 Criteria 2 大於 等於 200萬 有沒有 所以呢 你基本上 只要把這一段 怎麼樣 拿來跟 之前的那個 篩選 業務那一段 把它做個修改就可以 所以我修改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可以把那個 前面篩選 業務這一段 其實拿來做修改就可以 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來 那改哪些地方 特別最低一個 就是加一個什麼 本來input box 有沒有 本來只有一個x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多一個y 這個y的話 基本上 當然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我將來用個下拉清單 或者是用什麼 比較 比較更棒的一個輸入方式 當然可以啊 不過 前提是 你必須要自己設計表單 有些那個表單自己要把它拉出一個表單出來 那相對那個方法 更專業 可是呢 也 更複雜啦 OK 那我當然不希望說 剛開始 你們還不太懂 就馬上做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是可不可以做到 絕對可以做得出來 只是說呢 如果一下做 反而最後你會 你會變成 你大概 這個地方還沒學會 那又多出一個表單出來 那更太複雜了 所以呢 如果在你還不確定說 你這些功能都OK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個陽春版 那陽春版的話 大家用最簡單的方法 用Input Box就可以了 Input Box 實際上就等同是 你表單上面的文字方塊 你可以讓它輸入 將來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就是把這些程式 再跟表單結合吧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兩個條件 所以有一個X跟一個Y 那進來之後 其實就是把剛剛那一段程式怎麼樣 把它再會做一個修改 哪些地方要改呢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這個AutoField裡面的 第一個 Field 剛剛本來是3對不對 業務篩選 請你把它改成8 為什麼呢 因為它H欄 一定是一個數字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upgrade 就是那個 要一定要是大於等於 後面呢 我一樣要串接一個 比如100萬好了 那這個100萬你不是寫固定的 所以剛剛的東西 你要把它改成 這一段有沒有 特別重要因為這邊有個空白加底線 這個東西 實際上就等同是下面這一行 跟上面這一行是接在一起的 所以你當然如果不要接在一起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拉上來 OK 但如果你按enter 如果你把它想要把它 變成兩行 特別說你不能直接按enter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在這邊 記得加上一個空白 加一個底線 它才會幫你把上面這一行 跟下面這一行 當成是同一行 這個不用 空白加底線 這樣子下面這一行 才會跟上面這一行 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把它delete掉了 基本上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拿來改的話 那我剛剛是改的方法 就是這樣 把這一段有沒有 Ctrl C 也許這一段把它Ctrl C 這一行 Ctrl C 然後你可以切到 你剛剛那個 我們原來這一行 改的話 是把它 貼上好了 那改哪些地方 Field 8 這不用改 那這裡特別注意 因為我的100萬是來自於那個什麼 X 所以將來記得 你要把它 這個delete掉 後面加一個end 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X OK 第一個 關鍵 因為我怕同學 我覺得 常常這個地方都 不太 常常會有問題 第二個Y 是這個 所以你把這個delete掉 後面串一個什麼呢 串一個Y OK 串一個Y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有兩個條件 那這個是屬於介餘 如果未來你要 改成什麼大魚或小魚 反正你先錄製一下 再來改 不就OK嗎 反正 可以改出非常多 的方式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後面還是一樣 複製 新增 那 add這個應該沒問題 後面的name 因為我希望是 把它串接是介於 and 100萬 假設100萬 與 200萬 當然本來我後來加個資間 不過我覺得好像太多 因為串 名稱太長 好像也感覺 不算OK 所以就大概一個 基本的 介於哪一個 與哪一個之間 最後一樣 Auto field 這個都一樣 最後取消篩選 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那當然你就可以 試一下 不過因為我這邊 還沒有把它防呆 有些防呆都沒加 有三個防呆 所以你如果要把它做得 比較完善的話 再把防呆加上去 那這個部分就完成 所以你可以 把它做完之後 這個我把它刪掉一下 重新 再跑一次 假設我今天篩選總價 然後 我希望 不過這個 這個篩選狀態 可能要先關掉一下 那你就輸入 假如是 50萬 各 100 千萬 10萬 到 100萬之間 各 100 千萬 10萬 百萬 50萬到100萬 有沒有 看一下 總價 不過 你也可以用一樣的方式 也有 可以 把它用在什麼地方呢 可以把它用在一樣的 就是說那個 台北市的私價登錄 這邊有什麼 總價 或者你什麼 每瓶單價 也可以啦 比如說你要找每瓶單價在多少之間的 比如說每瓶單價在 10萬到20萬之間 應該是找不到 可能找外 找中南部才可能有 這種 應該都是 我看一下博外露多少錢 博外露 每瓶單價的話 應該都是 都是嚇死人的 我看 用那個 千分位符號一下 這個 OK 再把那個小數點去掉一下 OK 總價 這個是 OK 好 這數字好像 是眼睛花了嗎 OK 這數字是 這一輩子應該也賺不到的一個數字吧 所以你看 最便宜的話 而且我們的區 剛好在我們 就是前後吧 大概都快要破億了啦 而且每瓶單價都至少是 77 不過好像也有跌一點點 不過 再怎麼跌好了 你砍對折 好像也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天文數字 OK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把同樣的方式再套用在這邊 也許可以針對總價 也許可以針對那個 每瓶單價 那就可以很快的可以把這個結尾給做出來 OK 那我剛比較重要的 我把那個重點回規 第一個我是 錄製 某個部分 其實就是什麼 錄製那個 總價的部分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篩選 那再把那部分加上去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 在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各位如果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雲端上面有一個那個 篩選總價的部分 你不願意 不願意 不願意 這麼多 那 你不願意 你不願意